咱们必须得说 各有利弊 咱们今天就好好给大伙分析分析 这隔壁教育利弊在哪 因为我们现在好多家庭都面临这问题 一教育孩子你会发现 自己上一辈和自己意见不一致 经常因为这个还造成婆媳不合 家庭矛盾 咱们得仔细分析分析 就这里头利弊都在哪 首先咱们说好处 这个隔壁教育的好处 第一点咱们说隔壁亲还有一点 老小孩小小孩 有的老人挺天真 他跟孙子辈能玩到一块去 就是说他有这个耐心 有这个时间 能跟孙子这一辈的人玩到一起去 为啥他退休了 在家他没啥事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他有充足的时间 他就比父母这一辈时间宽裕 这样时间多了 照顾起来就可能无微不至 就全面 第二个他有经验 毕竟他抚养过孩子 尤其我的上一辈 那家里的都不止一个两个孩子 抚养孩子的经验 那远远比现在都生子女的父母 那要丰富得多 他抚养过孩子 你现在咱简单说吧 比方现在哪个孩子 走路 摔一根头 把腿就摔破了 年轻父母都不知道怎么得好了 哎呦 我这小宝贝 赶紧送医院吧 其实你要长辈 咱们上边那辈 孩子爷爷奶奶 就明白这道理 孩子走路摔根头 是他学走路过程当中 太常见了 而且摔破点皮 怕啥的 擦点油 消耗毒 完事 孩子磕磕噠噠 这容易成长起来 你要年轻的父母 不见得就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说 一个是有时间 有耐心 再一个他有经验 另外很重要一点 你他带孩子 给父母确实减轻了很多负担 同时还有很主要一点 你可能没注意到 你要不让自己爹妈 给你带孩子 老人往往还不愿意 第二个呢 他通过带孩子 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 在耳朵面前又有尊严了 家住福州的林阿姨 就是隔代抚养大军中的一员 在退休后 她就倾尽全力 在家照顾自己的外孙女 每天尽管很累 可是林阿姨却忙得不亦乐乎 同时福州的林先生 在退休后 也加入了照顾孙子的工作 每天早起晚睡 也自得其乐 除了体力和精力上的付出 在经济上 爷爷奶奶也是竭尽所能 开销子肯定的 像这样的一个月要两千多块 那都是等于村子都是我家的 料部差不多要六七百块钱一个月 还有奶粉也要几百块钱 我们的工资也不是很高 基本上全部都用上去 你看 你们小两口离不开我吧 没有我 谁给你们带孩子 一天忙都成这样 所以这个事情 如果处理好了 它是双赢 既减经父母这边的负担 同时又给爷爷奶奶这边人 增加了生活寄托 而且也增加了存在感和尊严 所以就说 胳膊带孩子 刚才我说的